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年底选举,民进党不理让柯文哲几乎成为定局,柯文哲昨晚紧急安排接受绿色和平电台预录专访,希望化解绿营基层对于两岸论述,台湾价值等疑虑,重新争取柯绿合作空间。 对于外界质疑柯文哲若顺利连任,恐怕趁势进攻2020年总统大位,对此,柯文哲在节目中强调,自己从没有这样的计划,那来的谣言,他认为总统蔡英文还是会连任,他是支持小英的。 柯文哲昨接受绿色和平电台游影上大声节目主持人陈雨昕预录专访,针对两岸论述,台湾价值等疑虑发表看法,节目今天下午5点播出, 主持人提问,外界质疑柯文哲若连任成功,将可能衬住势头好就在2020年选总统,柯文哲说,自己从头到尾没有参选总统的计划,到底这个谣言是从哪里来的? 他常说,这个就是无望之灾,大家以为选总统是在选里长吗?没有政党,没有组织,没有财团是要怎么选,是否会支持蔡英文竞选连任? 柯文哲说,小英还是会连任,且国民党更烂,小英如果要出来,我当然会支持她。